明永,你小時候的照片很有趣 你又扮男仔,這時候你扮牛女 你看你為什麼這麼小還穿上蝴蝠 你不要笑我,小時候什麼都不懂 但是叫我扮男就扮男 對了,你什麼時候開始拍電影? 很小,四歲幾 四歲已經開始拍電影? 你這麼小已經開始拍電影 我想你一定去過很多地方 對,拍電影有好處就可以到處去一下 我去過新加坡、馬來亞、台灣、日本、韓國 不過最遠那次就是跟歡樂金書去中美洲的多明尼加 我也有些照片 你來看看 好 好 嘩,這裡當然是你們出發之前 對,很多人 對,每個人都穿了制服 對 嘩,這裡很漂亮,是哪裡來的? 這個就是敬禮塔 這個銅像就是以前的歷史學家 咦,這張有肥肥 後面那裡是哪裡來的? 是哥倫布的兒子的住所 嘩 嘩,很舒服 很漂亮 咦,石森和你一起拍攝 這個人好像多有型 我是誰來的? 是你師父何B 蛤? 師父來的? 怎麼這麼欲感 明明,你有沒有想過去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 我想多數人都想的 因為可以看到各個的風土人情 不過要很多條件 要金錢 又要有時間 不過我有一個很經濟的方法 可以知道各個不同的特色 是嗎?買一張地圖回來? 不是,我說雜遊 咦,原來你也雜遊? 儲了一點點 我給你看看 好啊 明明是你連手有風都儲的 是呀,有些朋友知道我儲了郵票 寄些給我 像這個新加坡那樣 嘩,好漂亮 我還有一些很久以前的郵票給你看看 好啊 這些就是清朝的郵票 嘩,那不是一百多年這麼久? 是呀 人家告訴我這些叫小傳章 裡面那張就是郵票 連外面就像一張畫一樣 嘩,好可愛啊 明明,你差不多很多地方的郵票都有 不是,我真的希望有齊 那些郵票很漂亮啊 一般的 你真的很心機 把它放到這麼整齊 其實為什麼你這麼有興趣 儲了郵票呢? 嗯 以前外國的朋友 還有影迷寫信給我 我看到郵票這麼漂亮 就留下 越流越多 就索性存油票 後來自己買 嘩,還自己買 嘩,還自己買 你有沒有數過你有多少個郵票? 嗯,大概千多個 千多個? 那也挺多的 不算多的了 很多人存了一萬個以上 嘩 不過我不知道存油票 還存錢幣 是嗎? 給你們看看 嘩 嘩 全部用膠袋入住它 這些都是古錢幣 是啊 嘩 順治 康熙 乾隆 還有江水 這些全部都是清朝的錢幣 是啊 順治那些有三百多年歷史 這麼久了? 為什麼你有這麼多這些錢幣? 有些爸爸給我的 有些自己買的 嗯 嘿 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 是西藏銀片 西藏? 嘩 不說真的不知道 明明 你真的可以說我是一個小小收藏家 你別這麼說了,還差得遠 嗯 見到明明 我就想起歡樂今宵了 最近天熱 歡樂今宵介紹了很多夏天的玩意 是啊 我記得有一晚的專題還叫做海灘的趣事 說起海 我現在想起了 最近有一種新興的海上活動 你們知不知道是什麼? 嗯 我知道 是滑水 滑水已經興了很久了 不是新興的 那 潛水吧 唉 潛水是在海底的 我是在海上 想想 知道嗎? 風帆 哦 風帆 對 我看到最重要是很多人玩 但玩的都是年輕人 我想這種玩意最適合年輕人 Mary姐 這樣就未必了 你們知不知道 愛姐也懂得玩風帆 你們信不信嗎? 蛤? 你是說良愛嗎? 是啊 純嫂 哈哈 你看看,看著 真的是她 那麼遠 誰是她? 是誰?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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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很厲害 真的猜不到 不過有一點你們不知道 就是 拍抉擇的時候 剛兩生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們一群外景人員 出到很遠的公海裡拍她 在海上救起剛兩生的情形 那就是唯一只有良愛 不暈船浪 每個人都暈倒又吐又性 很辛苦 乖 聽說就是良愛 插加很多海上活動 還有她好像有佛念 哈哈 嘩,真是很少見到良愛這麼豐鬚 還有大腿 哈哈 反光 哈哈 那個男生是誰 看她的兒子 看她的兒子 匡仔 匡仔這麼大嗎 是呀 看見她的兒子這麼大 覺得自己老了 不是 這個時間過得快 哈哈 好好玩嗎 你很刺激 要你和我一起 你又說不肯了 當然了 你明知道我不懂游泳 等下跌下海怎麼辦 遲早有一天 我會丟你到海裡 你就會了 好吧 先來吧 艾姐我剛才見你玩風帆 玩得很熟手 你玩有多久 後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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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教你 我兒子 後來頭 原來康仔是你師父 對呀 最近經常見人玩風帆 究竟這件事有什麼 吸引人的地方 這些見人見智 我來說 就出了海 我覺得很舒服 在艇裡飄來飄去 覺得很心抗神異 而且很逍遙自在 原來玩風帆 有這麼多好處 其實玩風帆 對於我來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可以經常和我一起 那他就不可以自己去街 總之益處就很多 兒子 過來 他還可以時時罵我 喂 媽媽 看頭 媽媽 你拉著她的籃子 媽媽 你又撥一下水 那就很多事情要我做 喂 兒子 好厲害 大師傅 可以在風帆上控制你媽媽 你以為 在船上就是 不過告訴你 其實我很喜歡 和年輕人一起玩 因為我也有這麼多年紀 如果我和他們一起玩 我覺得自己也更年輕 愛姐 你平時除了喜歡玩風帆 還喜歡玩什麼 嘩 我喜歡玩的東西 好刺激很多 阿仔告訴他 好像遙控飛機 不過飛機的傳播器都壞了 我們回到日本 所以現在要先玩一飯 我拿了去做 喂 好玩 做好那時候叫我一起去放 好啊 不過放飛機現在不是時候 天時冷放就最好 放風帆你又不會游泳 不如打壁球吧 好啊 不過我還是打過一次 好水皮而已 不要緊啊 找我個免費師傅 不是 打壁球他又是師傅 嘩 你真是好東西 康仔 想不到不見幾年 真是刮目相看 你猜 幾年前你比他還高 你看現在他高到 阿生啊 好心你快點學游泳 你看看 現在連良愛都比你厲害了 夏天不懂游泳 少了很多樂趣 你知道嗎 是啊 風帆那麼好玩 都不敢玩 我真是浪費了 嘩 這四張照片真是漂亮 是不是草樓香裡的劇照 你看看 深海真的很不喜歡 你說他不懂游泳 你也不知道為了這件事 就被人搶了多久了 好啊 那我們儘管不笑 你說回正經的 那這四張漂亮的照片 是不是送給觀眾的 是啊 不過說到怎樣送這張照片之前 不如我們先揭曉一下 上個禮拜草樓香的片段 是星期幾播映的 好嗎 當然好 上個星期播出的草樓香片段 就是在星期二那晚播出 今次來信的觀眾是很多 而很多也是猜中了 待會我們會抽出一百位幸運觀眾 然後再寄出獎品 還有一件要補充的 就是得獎名單 將會在下個星期四的香港電視上刊登出來 那快點告訴我們 究竟怎樣才能得到這四張漂亮的照片 這四張漂亮的照片 就是草樓香的人物的劇照 吳孟達飾演的叫做胡鐵花 夏宇飾演的叫做基冰眼 關聰飾演的叫做妙增無花 而黃雲才飾演的叫做藍光靈 各位觀眾 如果你想得到這四張這麼漂亮的照片 的話 差不多辦法像上個星期一樣 只要你收看以下的片段 應該在下個星期的哪一天播映就可以了 那他們怎樣才能合心水 當然功夫要好 好了 又要有風情 又要懂得煮菜 又要懂得針紙 還有 要溫柔體貼的 好像你這麼兇 他一定不喜歡的 下低 坐樓香 我告訴你 我沈偉山就算八十歲沒有老公 也不嫁給你 如果你真的八十歲也沒有老公 我就一定娶了你 精彩 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想得到這四張這麼漂亮的照片 就記得留意收看下個星期的坐樓香 是啊 參與白很容易 只要將你們的答案 連同姓名地址新聞證號碼 寫在信封底 那信封面呢 寫 寄來九龍油箱 K8號K8節目主持人收 那就可以了 嗯 那現在是否應該抽上上個星期的得獎者呢 應該啦 100個 是100個 謝謝 接著你 就抽了100個 我再會進來 按照 有什麼 有阿公 真正 有趣的 是 有幾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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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